东森新闻 蔡建黄俊元在台北报道 当地人不上医院的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疑难杂症 通通都找上了这个神秘的植物来当解药 这叫做龙血术 那么当地人认为它长得有点像外星人 却有很强大的自我修补功能 外伤生病都可以找它当解药 甚至处理之后还可以当成美容保养品 被外界隔离1800万年 有印度洋上的处女岛称号的索科特拉岛上面 出现许多在地球上看不到的奇特洞植物 仿佛来到了外星球 其中这个像大蘑菇又像飞碟的植物 就被当地视为神秘的圣树 只要划破树皮像咸咸一般的树脂 就会不断的涌出 龙血树因此得名 这不断溢出的树脂在1000年前 就被中医拿来当做药材 在越战时期甚至被当做是止血特效药 甚至性感的安洁丽娜球力 吹力心都被爆料用它来回春 更为龙血树增添一份神秘色彩 许多人更追着这股风潮跑 我非常的惊为天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可以让好莱坞的明星 都花大把的银子要去买它 台湾完全买不到 然后如果你要在国外买的话 一瓶大概都是要价都是万把块 十年才开一次花 百年成数 寿命超过八千年 还因此受到联合国保护 没有证书不得开采 龙血树更显得稀有珍奇 东西新闻聊家有联带发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